人力资本是企业壮大与产业发展的关键 培育优质后继人才 同时对现有人才素质不断提升 才能成为时代更迭下的中流砥柱 因此好的职能训练 不仅是人们踏入业界必须拥有的武器 更是企业能否更上一层楼的精髓 你什么都可以不学 可是电脑一定要学 所以连成三十年来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让学生找到理想工作 我们特别推出就是你就业我帮你 希望我们每个学生在毕业之后能顺利就业 那心之部分其实我们希望的目标 是希望每个学生就业之后 起薪一定要三万块以上 让特斯拉的配合厂商跟我们合作人才的培训 薪水每一个人五万块以上 学生他想要的是工作 我的使命就是让他取得一技之长 并因此找到理想工作 职能训练要能是才是性 必须对于有需求的族群更精确的分类 在数位科技不断向前奔跑的今日 教育机构更是获取各项相关证兆及政府认证 最终取得与政府单位合作 培育AI高科技人才的辅导资格 所以联程电脑在2017年跟工业局合作了国家级的IPAS 城市设计的认证 那当年我们的考照率有50% 高于全国的平均将近有10%左右 2018跟2019年持续和工业局合作 AI高阶人才跟资安人才的两个计划 最后在参加工业局的资安国际推展计划过程当中 有20个队影脱营而出 那有6个奖项 那其中有4个奖项是联程电脑所组成的团队获奖 我们学院也在工业局的资安解密的检测的能力测验当中 获得最佳资安解密的奖项 那学院有8成都获得两个以上的职缺 近期学院组队参与政府机构自安培训计划 从14组人马中脱颖而出 而在社会结构金字塔中 特殊情况如失业、非自愿离职 入市族群、无缘住民及侵喊民众等 教育机构也透过劳动力发展署给予高补助专案 落实产官学三方合作 另外也针对企业端举办真才博览会 以无偿的方式协助寻找人才 让人力供需流通更加顺利 年轻年老中华民国补教评保协会的创始会员 有少数不孝的业者会临时停业 那有建议指全国各地的补教协会理事长 他们共同发起成立的中华民国补教会评保协会 有严格的资格审查 并且会提供7000万的存在保证 让想要参加补习的学员有非常安全的保障 学员到研程上课的第一天开始 我们就把它当作一个生产线的过程 我们要求的是一个良率 而且是一个最棒的品质 除了它的出席率 它的就业率 包括它的作品率 包括每一堂课的课程的结束之后 我们都做问卷 那最后到结业之后 它就要缴缴作品 三个月之内 我们还要要求它的就业率 所以到今天为止 到前面几年我们统计了 我们的学生的就业率平均在80%到90%之间 教育机构荣获教育服务评件A级肯定 也在职讯机构考核中得到好评 全台27间分校全数通过TTQS 更认证其教育训练品质 而面对企业端 他们提供疫情下的 虚实整合企业辅导课程 让原本封闭式的系统 更加活用多元 那首先透过线上的真人直播课程 来训练专业的课程 那在课程结束之后 我们还会提供录音档 让学员透过反复的观看 然后提升学习的效果跟评级 课程的成果部分呢 我们就拉到实节教室 老师现场教学 希望透过老师手把手的指导 那让学员可以轻松解决 他们实物所遇到的困难 连程电脑是在台湾的 最大原厂授权训练中心 所以我们也因应金融业的需求 推出了云端系统管理的课程 还有更高阶自动化管理的课程 我们希望呢 能够培养每一年上千名以上的 工程师提供给企业 在这边培养出的国际人才能 IT人才能够输送到国外去工作 我们有同学呢 到新加坡到日本 甚至其他的国家去上班 各位先不要小看自己 其实机会是有的 有关于人才培训的预算呢 其实是政府是有投资的 上课的时候呢 可以由政府出钱 联层教学 企业呢 能够找到好的人才 每个人都有为自己 背上更多技能的权利 不断开发自我可能性 洞察潮流趋势 与探索内心热爱 在凭借政府认证 值得信赖的民间辅导机构 在数位资讯蓬勃开展中 会整周全的求职及求财面向 让人才与企业转起正向循环 让世界都看见